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Kitty 還有我們另一位主持 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袁醫生有四科專業資格 包括自然療法、同類療法、脊椎神經科 和表列中醫 袁醫生你好 Kitty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我們近日在報章中見到一個頭條 就是醫院賣血管支架 報利9倍 在我們治療心血管疾病上見的支架 原來也是醫院牟利的貨品之一 內地每個國產支架 出廠價只是三千元人民幣之內 但是病人要向醫院付交出九倍的價錢 即是每個2.7萬元 有輿論狠批 這一樣是牟利販毒 是的 就是說 那個暴利是超過毒販賣鴉片白臉 即是一成九倍 我們不知道毒販賣那些 那些貨品、毒品的內價多少 但是他竟然這個報道說 這種情況在大陸出現著 好了 那他跟著也都報道 他說內地著名的心臟血管專家 胡大一 前天就在一個國際的心臟學會 會議期間就表示 他說現今的群眾非常迷信支架 崇拜達僑 但是根據統計 目前一半的支架手術 都是不靠譜 即是不值得信的 意思就是沒有用 或者根本是不需要做 好了 那麼根據國家心血管病中心 最新的報告 講中國 全國大概有2.3億人患有心血管病 平均每10個成年人中 就有兩個 有兩位 並且預計每年有成350萬人 是因為心血管病而死亡的 那麼可以說呢 以中國那麼大 那麼多人口呢 可以說平均每10秒鐘 就一個人死了 很快 10秒鐘很快 即是說在我們這個節目 未做完之前 已經死了很多人了 死了可能幾個百人了 好了 醫院就開始發現 這個支架就有利可圖 是不是有這麼多人需要這種 就是有這種病了 那麼進口的支架呢 都由6千元 出廠價呢 就抬高到3.8萬 這樣就說是來老貨下 那麼暴利呢 是差不多成六倍的 好了 今年初呢 那製男有個心肌緊失的病人呢 是被放入了七個支架的 當時也有醫生批評呢 支架放多過三個呢 就已經失了臨床的意義了 即是說呢 根本是臨床上是沒有什麼 證實是有效的方法來的 放六個這麼多的 純粹是賣支架而已 那麼還有醫生呢 坦然說 他說原來呢 每放一個支架呢 是可以拿10到15%回佣的 那麼這個當然 這個小題說呢 專家指支架泛爛非常之可悲 那麼中國的醫療外科 植入專業委員會的統計也都顯示 內地介入心臟手術的數量 在過去十多年間是飄升了成二十倍 由二零零年的二萬多宗 是激增到去年的四十點八萬宗 由二萬宗去到四十點八萬宗 即是二十倍升了 二零零零年到十幾年間 按每個手術的使用1.6個支架去計 即有時放支架不是放一個 很明顯 有時是多過一個 那麼全然的全國呢 就會消費了成六十五萬個支架 那麼這位專家胡大一就指出 合理利用介入性的心臟手術 我叫Invasive 介入性的手術是無可厚非 但支架泛濫是中國醫學界非常可悲的現象 建議病人在病情穩定的時間 就不可以做 穩定的時候不要做衣架的手術 而是盡量改掉了形成疾病的不良生活習慣 比如坐得太多 動得太少 這個就是全篇文章的報導 我相信大家都有機會看得到的 好了 那你聽過了 他建議就是做多些運動 多些運動 但是是不是只是做運動 多些運動呢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大家最近香港也有報導 那個鐵人賽 有一個外國人 已經26歲 到了冬天突然跌倒就暴斃了 你看到很多人做運動 做得過分劇烈 其實都引致心臟病發即時死亡 好了 在我們的聽眾 當然他都知道 其實有很多的工具 是可以處理這樣的問題的 你記住 每人 有350萬人死在心血管的問題 心血管加起來的問題 應該是最多人死的了 癌症在擾了這個情況之下 在疾病來說是排第二下的死亡率 那麼十個人 五個人 有一個人是有這種問題的 好 那醫生 你有什麼自然的方法 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呢 是的 大家都了解了 那在自然界呢 其實一定有很多的 有效 安全的工具 是可以照顧我們 所謂健康上的多種的問題 Kitty 你有沒有吃過一種日本的食物 蠟豆 有沒有機會吃過 有 黏黏黏的那種 是的 你覺得好不好吃 嗯 我覺得一般的 第一次我真的覺得一般的好吃 因為味道不是真的很吸引 但是吃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知道 它有很多健康的好處 所以就想試一下 但是其實我第一次吃 覺得不好吃 但是吃下去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難吃的 是的 那這個很明顯 是一種經過特別處理的黃豆 就是吃起來的時候 就好像有一點炭灰 就是不是很鮮甜的味道 那也吃起來 聞起來 有些人形容它好像臭雞蛋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黃豆經過發酵的處理 它的營養價值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這種納豆的食物裡面有一種成分 就叫做納豆激滿 英文我叫做納豆激滿 納豆激滿 其實是可以用來對抗中風 最好最天然的武器 也都可以說是對抗心臟病 絕佳的武器 那就是說 一種這麼簡單的食物納豆 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 處理這些這樣的所謂心血管的問題 那大家知道 日本人那個 是一個全世界歷年來 是最長壽的地方 那最近 最近一兩年 有時候 香港好像好像追過它一點點 但是 這麼多年來 以一個文明國來講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 是全世界最高的 一直都是高幾 很多年的了 好了 那大家知道 在幾千年來 納豆是日本人的傳統食物 原來 日本古代武士 每日最基本的食物 那它甚至是用納豆 是餵養馬匹 提高馬兒的速度 和增加他們的體力 那它也都讓孕婦 因為懷孕的孕婦 是食用納豆 以確保新嬰兒的健康 那當然 這個習慣 都今時今日的日本人 仍然 經常食用納豆 那這裡很明顯 這個可能解釋 是為什麼他們 會這麼長壽的 那我記得幾年前 我去參加了一個 一個可以說旅遊團 其實是一個學習團 那就是很多台灣來的中醫 那去日本沖繩島去參觀 它有一個診所 它有些特別的工具 可以處理那些 將污水用細菌變回乾淨水 在那個途中 大家都有談談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些中醫 比較年紀大一些 他都講起 他以前在日本佔領台灣那段時間 其實他們台灣人 都學會製造納豆 他說他做起來 當然不是一杯杯這樣做 是整個桶去做的 他都覺得他小時候 他家裡都懂得做這種納豆的習慣 因為在中醫裡面 其實都有這種說法 其中有位叫做 Steven Sinatra 我相信史提芬西納達拉 一位醫學博士 在一本書 是叫做 《扭轉心臟病》的書提到 他說如果一個星期 是用兩到三次納豆 不僅可以預防心臟病 亦都可以作為心臟病治療的一種項目 即是當你自己發現自己有心臟病的時候 都不用急急 就只懂得用西藥 其實這個納豆其實一樣是可以的 好了 這種用水煮了之後發酵過的黃豆 其實到底有些什麼個人之處呢 答案就是 它裡面含有納豆激莓 日本人是用水煮的納豆 加入了一種叫做 納豆牙泡汗菌 Bacillus natal 納豆牙泡汗菌的益生菌 經過這種益生菌處理的發酵 就變成一種富有療效 還有有益健康的莓 即是一種益生菌來的 好了 值得注意就是說 其實你就這樣吃黃豆 或者豆漿 或者任何黃豆的製造品 想吃這些莓 其實是拿不到的 那你一定是 因為未經發酵過的黃豆製品 譬如豆漿、豆腐 其實是沒有納豆激莓的成份 所以如果要吃納豆 對你來說 如果真的覺得很困難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 這些營養補充公司 都開始供應這些叫做納豆 酵莓 給一些專業的保健人士 這個我們的陸創意 我自己是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建議給我們很多 我們很多的病人使用的 好了 那到底為什麼納豆酵莓有這麼好的效果呢 首先我要了解 它背後裡面的運作 是經濟怎麼樣呢 我才了解 我們看來這種這樣的相互制衡 的經人的遺作行動 怎麼樣來保持血液適當的濃度呢 可以保持血液的流暢 那我們的身體自然會產生 有些那種叫做纖維蛋白 和纖維蛋白 圓這些這樣的型血化合物質 那麼就形成一種網狀的纖維構造呢 就好像血液裡面的那個濃囚劑那樣 那因為如果不然呢 你可能因為小小傷呢 就會失血過多死亡的 但是當然呢 如果這些這樣的型血化合物 那些纖維蛋白呢 如果用太多呢 就會形成危險的那個型血塊 那就是說呢 就一定要保持的平衡那個狀態 就不能太多 太多就血就凝結了 太少就血就流血不止了 好了 那我身體呢 知道了 就是要平衡這件事呢 那我身體體內呢 同時會產生一種纖維蛋白的分解鎂 叫Plasmin 纖維蛋白的分解鎂 就是分解這件事的 所以呢 溶解過多的纖維蛋白了 就像昨天所講的纖維蛋白了 那結果怎樣呢 這種製痕的運作系統呢 令到我們血液 就是流血的量呢 不會太多也都不會少 可以說這個大自然的一個 很奧妙的設計來的 好了 那但有時候呢 這種系統呢 未必能夠完全發揮 那纖維蛋白分解鎂 如果被抑制了之後呢 那你凝血的能力呢 就會大過於溶解凝血的能力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就怎樣呢 醫生通常呢 就是用一些薄血藥咯 是不是 有時候你做一下 做血液的檢查 發現呢 其實你的血很濃喔 很濃稠喔 那通常呢 他就用一些薄血藥 用一些所謂叫做 防營血劑 叫Kumadine 那也都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會用便宜一點的方法呢 就是用什麼 吃阿時不靈了 那大家都知道呢 阿時不靈長期吃了之後呢 是很危險的 因為呢 它會導致身體裡面呢 那個出血 流血不止這樣 好了 那但是呢 我們知道呢 原來呢 我們是可以用這種 這樣的納豆激莓 來幫助那個 溶解纖維蛋白 那是一種 天然的對抗營血的特務來的 那這位有認命的一位醫生呢 是脊骨神經科醫生來的 那樣呢 就將整隻薄匙 我相信他是一個Ossopath來的 那他原來是他呢 是 Ralph Hawksworth呢 他就將納豆激素呢 Natal kinase呢 就引入 引進入美國 那他說呢 如果納豆酵梅呢 可以提供一種 獨特效果 超越 超越和安全的方法呢 來消除或者減少血泉 同時呢 是減低 挪患心臟病 和中風發作的風險 那這位 整骨療法的博士呢 應該是Ossopath來的 那他就是他帶進去的 那 再跟大家分解一下 什麼叫分解血液呢 就是我們知道 血泉呢 就是血塊形成呢 變變變變血塊的血泉呢 形成是因為血管裡面的血塊呢 是阻礙了血液的流動 那所以有些人呢 是血泉症的遺傳的現象呢 血管內呢 是很容易形成這些這樣的血塊的 那原來在 根據這位醫生的 Sinatra醫生的研究呢 他是統計美國 大概有5%到7% 那些歐洲後裔的人呢 他有血泉傾向的 增加的傾向的 那在這本書 扭轉心臟的這本書呢 這個西納達拉醫生 講到明呢 正是呀 不正常的血塊形成呢 是已經造成 美國每年呢 是超過60萬人次死亡的 那所以納豆的激煤呢 簡直可以這樣說呢 是任何有血泉風險人的救星 那就是 就是不要說 剛才我們看那個 中國大陸的情況呢 每5個成年人有一個有問題 那就是有350萬人 有這類的問題 那美國每年呢 有成超過60萬人是死的 是死的 死在這方面的 那跟大陸比啦 那大陸350萬人死 那美國呢 每年都有60萬人死的 好了 1980年呢 另外一位醫生呢 叫順見陽行 一個日本的醫學博士呢 那他發明了 1980年呢 發明了納豆激煤 那 記住呢 日本人吃納豆 吃了很久的了 那但是呢 納豆怎樣幫他身體呢 早期呢 就是因為他營養啦 因為蛋白質很豐富啦 是不是 那但是呢 為什麼會有個醫療的價值呢 反而在1980年呢 是一位日本的醫學博士呢 就發現了這個納豆激煤啦 那當然呢 他作為一個日本人 他就很喜歡吃納豆 因為習慣的傳統食物的啦 就是很多很多千年 一直都這樣來採用的啦 那當然呢 經過發酵的食物呢 就不用用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壞啦 就好像富裕那樣 不用拿雪櫃啦 可以擠很久啦 那其實早年 我們很多傳統食物呢 就是這樣處理過 那讓食物呢 可以保持得久很多的 好了 那他經常呢 就在午餐時呢 就是就就就就用這些納豆的 好了 那他他基於就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種科學 所謂科學家的那些好奇心啦 那他有一次呢 就就 貪玩一下 那將他午餐的那些納豆呢 放入一些有有血泉的 培養的血裡面 就是那些血塊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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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的那個碟裡面 嗯嗯 那結果呢 就出人意料呢 他說納豆呢 開始分解大量的血塊 而且效果驚人 以破紀錄的時間呢 將血塊分解了 那這個楊航 這位醫生呢 他說呢 我研究過 流至世界二百多種的食物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沒有一種任何的 纖維蛋白溶解活性呢 是勝於納豆 那他只是貪玩這樣 這樣擠下去之後呢 他就即時呢 是見到這個現象了 那好了 當然呢 目前已經有很多很多研究 關於納豆激煤啦 那其中一個研究呢 是六男六女 每日食用二百的公克 大概七盎司的納豆 好 之後呢 就測量他們的營血 那個活性 即是能力營血的活性 結果發現呢 是食用納豆後呢 他們體內的血塊呢 是只需要一半的時間呢 就可以完全地溶解的 嗯 那另外一個發表在醫學期刊 血管學 Angiology的研究指出 他說納豆呢 可以預防長期飛行過程裡面的 深層静脈血栓的形成 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人長途的飛機呢 他們很怕呢 有一種症狀呢 就是那個 那個腳的深層静脈呢 就血形成呢 那些血塊呢 會走到心臟 或者走到腦那裏呢 是即時呢 是會產生嚴重的後遺症 那也有人呢 會穿什麼呢 是會穿一些緊身一些的脈 那也都有人呢 在那個長期飛行裡面呢 都起床呢 就時不時起床 做腳步運動 走走走走走 好了 那這種情況呢 在日本航空公司呢 就在十幾年前呢 就已經開始呢 是研發製造這些乾納豆的小點心 那作為呢 是搭配啤酒的食物 那知道呢 我們這些人喝啤酒 懂得吃些花生啊 吃些啵啵脆啊 那樣子 那原來在日本呢 在入行呢 他們已經開始呢 就是供應這些這樣的 納豆的小食了 那納豆也含有很高的 抗菌的成分呢 那就因為 原因就是說呢 它含有很豐富的營養價值呢 是從來呢 是很容易呢 被身體吸收的 那麼 在日本過去幾年裏面呢 食物中度的情況 都幾常 都非常之普遍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會用食納豆呢 來預防霍亂啊 傷痕啊 還有荔疾 那因為納豆呢 是可以抑制食物裡面的 有害的菌的生長 還有呢 促進抑菌 抑鬱酸菌 抑鬱酸菌 那抑鬱酸菌多呢 就霸著地盤呢 其實可以預防一些 壞菌之身的 那也都可以呢 就可以預防 是減少食物中毒的 好了 納豆含有另外一種 有用的成分呢 就是維他命K2 那維他命素K2呢 是可以幫助 預防骨質鬆疏症 那我們的統計呢 在2010年之前呢 將近有25%以上的人呢 年齡在五歲 五十歲 或者以上的女性 和男性呢 都會受到 骨質鬆疏症的影響的 好了 那納豆 有幫助於 產生維他命K2 本身下也都會幫助 製造多些維他命K2 那進而呢 是出成新造一種叫做 一種骨鈣蛋白的蛋白質 那當骨落任何的部分 需要鈣的時候呢 骨鈣蛋白質呢 可以協助鈣呢 是進入骨落裡面的 那我們看到呢 那也都研究證實了呢 骨質鬆疏症的患者 體內的維他命K2的 含量呢 相對都是比較低的 嗯嗯 原來這個這麼簡單 這麼傳統的食物 就可以幫助我們 這麼多東西 可以預防心血管病啊 原來又是一個 天然的薄血藥 是啊 那不單止呢 最後呢發現呢 它幫助我們製造 維他命K2 那維他命K2呢 是幫助我們身體 預防骨質鬆疏的 你知道呢 骨質鬆疏症呢 當它出現之後呢 是很難扭轉回來的 那也很多人都很擔心一下 那會吃很多些鈣丸的 那但是最近的發現呢 吃很多鈣丸的問題 吃了之後呢 那種斷骨 那種寬關節 那個退 那個斷那個 那個情況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改善的 那最後發現呢 為什麼呢 因為只是鈣是不夠的 你需要是蛋白質的 我們喜歡骨鈣的蛋白質 那這個呢 就是蛋白質呢 就是鞏固我們的鈣 如果整是骨裡面只是鈣 就可以這樣 是一種抗物鹽 可以說呢 令到你的骨呢 是更加薄薄脆 一敲就裂了 那所以看到呢 只是用鈣來補充劑呢 是令到這個骨的 寬關節那個 那個斷骨的情況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改善的 嗯 好了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先好嗎 那我們下一節呢 再繼續呢 跟大家介紹一些更多的 可以幫助你心血管問題呢 是不需要令到大家 是沒有這些這樣的危險呢 是做這些血支管的手術的 好 我們回來再繼續 哎呀 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的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一個分享給阿姨婆啦 好了 我們很快就回來自然療法與你 那在上一節呢 我們就說到 現在醫院呢 就會跟病人 心臟病的病人 做血管支架的手術 那我們又說到 這個手術呢 不是最有效 以及不是最好的 治療方法 那我們又說到 原來我們上一節說到 用最傳統最簡單的食物 納豆 都已經有可以預防 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那我們在今節又會再說回 有沒有其他的自然工具 可以幫助 心血管病人 醫好他們這個疾病呢 那袁醫生 你還有沒有其他 天然的工具可以介紹給我們呀 那很明顯啦 就是一種這麼常見的毛病 就是每個 差不多每五個成人有一個 大家是更加 就要學習一些 其實一些更加有效安全 我覺得有效是說 醫學上已經是正實有效的工具 那我相信呢 今時今日 大家都聽過 有一種營養補充劑呢 它叫做 父母Q10 叫 CoQ10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因為已經在市面上 是很多健康店 其實都買得到的 那我曾經所講的 有一位 史蒂芬特拉 史蒂芬特拉 這個醫學博士 他說呢 這個 父母 那個 父母Q10 或者叫 CoQ10 容易些說 他說治療心臟血管疾病 和其他疾病成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醫學界呢 對於使用這些 這樣的必需的 營養素的抗拒呢 就可以說 是一種醫學上 極大的前座的悲劇 那為什麼說悲劇呢 就是說呢 我曾經所講 和這個報紙所報導的 這些這樣的 血管支架 他們通常呢 他只不過 他的標題 是說他謀取暴利而已 是不是 暴利呢 超過販毒 暴利9倍 或者6倍 但是問題呢 不是用多錢之後 你的健康就是 你的問題 心臟血管問題 就可以得以解決 那麼在我的很多報道 都研究過 這些這樣的支架 很快就失效的 很快你的血管 就會失散出來的 所以這些根本 不是一個長遠的解決方法 那麼也都本身支架 也可以這麼說 在醫學上 是有證實有幾大的療效 其實都不是很清晰的 那麼所以 不單止浪費了錢 其實結果做出來的方法 都沒有什麼效果 好了 那麼 我們今天要再 繼續介紹 有一個叫做 那個父母Q10 就是酵母的母 輔助的父 酵母的母 父母Q10呢 其實在1974年以來 日本已經是一種 批准了藥物 可以用來治療 充血性的心臟衰竭 很多研究已經證實了 缺乏COQ10 和心臟病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說 心臟病的病人裡面 身體裡面 是這種這樣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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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Q10的酵母 是不夠的 好了 那麼到底 那個父母Q10呢 到底是什麼來的呢 第一 酵母Q10呢 酵母Q10呢 不可以說是一種維生素的 那麼它屬於一種 叫做 泛混 這個字叫 ubiquinol 一種家族 一個族裡面 存在身體 內部大部分的組織都有的 那麼它在身體裡面 是產生什麼呢 產生叫做 三輪酸腺母 就是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大家 要是認識 那個生化的方面呢 都大家知道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或者三輪酸腺母 是一種能量分子來的 身體的產生能量呢 其實呢 都是靠ATP的 如果任何的物質是幫助你 產生ATP呢 即可以這麼說呢 是產生你身體所需要的能量的 好了 幾乎所有關於那個 COQ10在心臟肌肉的研究呢 都有超越和正面的效果了 他說如果你想做一件事 保護心臟健康的話呢 這位醫生 那個Synetra說呢 其實呢 每天都要吃COQ10的 那就是說呢 COQ10呢 是我們心臟裡面呢 是幫我們製造這些這樣的 ATP 那就是說呢 心臟裡面的能量 產生能量呢 主要呢 是靠COQ10的 父母Q10 好了 那另外一個工具呢 大家可能都沒有COQ10那麼出名 但是近來呢 已經有很多很多這方面的研究呢 就叫做 左船育間 叫做elcaradine λcaradine L this is level 指左船 即是說呢 在我們研究那個份子的組合裡邊呢 ידsch 我們用一種光合 的方法呢 是來到照射的呢 delightingzz 如果它將那光波呢 直向左轉呢 我們就叫做 Hearts 左船育間 而育 McCarthy 這隻就是 他的的是 蕙生素的化合物質 那 popping的 除了在食物裡面auft水呢 人体自己都会制造的 那你当它好像是穿梭巴士 将脂肪酸是护送到我们身体的粒线体的细胞里面 就是mitochondrius 粒线体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身体就会促重脂肪酸 在粒线体里面燃烧转成为能量的 那就是你有看到 心脏有百分之六十的能量是来自脂肪的 所以身体是要一定有足够的阻旋育碱 来运送这些脂肪酸 入到我们心脏肌肉的细胞 来到变为能量 那所以你有看到 L-carnidine也是我们心脏的能量中心的来源 那由于这个原因 那营养学家长期都使用了L-carnidine 和QQ10 父母Q10 混合物 作为一种能量的混合配方 那就是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外面市面 见得到的所谓帮助我们心脏的能量 都是有这两种成分的 那因为它不单止是会令到你感觉精神八倍 就是大部分人吃了都有一种感觉的 那也都是绝对有帮助你心脏肌肉运作的正常 那你知道了 心脏病发酬 因为你的心脏病肌肉呢 突然之间是抽缩 因为什么原因都好 缺氧也好 或者缺乏某种营养素 比如尾 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你自己想像身体 好像一架汽车 那这个左船肉件和QQ10 就好像比较动力 就是好像汽车里面的 spark plug 就是那种发出火花 来帮你启动 将燃烧那个气缸里面的燃料 那就是你可以帮助你那个油箱里面的燃料 转成为能量 是将汽车走的 那就是说 你就算你有油 但是如果你身体没有这个spark plug 这个火性 火嘴所谓 那你根本就是烧不到这些燃料 那好了 第三个我想跟大家介绍 有一个叫做D核糖 D ribald 核糖 那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呢 是 我们想叫做四人组 那就是刚才介绍了两样 那这个呢 比如好像一种实际的燃料 那D核糖呢 那D核糖呢 是一种的五个碳糖 叫5-carbon sugar 可以加速心肌缺血后的能量的复苏 即是说呢 如果你是因为心肌缺血出现那个心脚痛啊 或者心脏病发了之后呢 其实呢 D核糖呢 是帮助你呢 是 康复回 维修回 好的 那这位西纳达拉 这位博士呢 还有另外一位 他那个合作的作者 他写过一本书 他叫James Roberts 也是两位的医学博士 那他也是一位马拉松的建章 那他将呢 D核糖呢 運用在自己身上 他发现呢 他跑步之前呢 他用D核糖呢 可以减低很多 长跑后的症状 譬如那个肿痛啦 酸痛啦 僵硬 和皮肥 那他后来呢 就用D核糖呢 用在有病患的身上呢 发现呢 那些精神不振的病者呢 是几日之内呢 都全部改善了 那这位马拉松的建章 这位医生 自己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作者呢 是那个James Roberts 那他自己因为马拉松建章 那他就初期呢 就用这个D核糖呢 是帮助自己增加 马拉松的那个 那个运动量的 那我最近 香港还没出现 有一个三人赛啦 是不是铁人赛啦 那其中有一位 26岁的英籍人士呢 一到终点 就立刻跌倒了 就暴斃了 那很明显呢 他身体呢 是没有足够 这些这样的工具 帮他们的 好了 那他说 这位Sinatra这位医学博士 那他说呢 那他说呢 在心脏干预治疗之前呢 或者之后呢 補充这些D核糖酸呢 是已经临床呢 是已经的结果 是证实了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的 OK 好了 那根据这位医学博士 那根据这位医学博士 这位医学博士 西纳特拉说出来呢 那些核糖呢 会在身体的细胞里面呢 产生多种不同的功效呢 那因为他对那个细胞质 那个运作功能 非常之重要的 那当血液流量 和氧气变弱的时候呢 那比如出现个心肌 缺血呢 这个心脏呢 可能会流失大量的 我所谓的三轮酸 那个腺针 那个ATP的成分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心脏通常要需要 10日以上才可以恢复的 但如果你给一些 心肌缺血的患者呢 补充D核糖之后呢 心脏的能量 和功能恢复正常的时间呢 是只需要一到两日 原生到10日以上 一两日就恢复到了 那就是说呢 这位西纳特拉 医学博士呢 他的核糖呢 对没有心脏病的人 和运动员呢 其实都很大帮助的 就是不要等自己的心脏病 来到来到 来到保救啦 这样 好了 运动员呢 经常因为肌肉的能量 代謝过度造成拉伤啊 这样 他是一个训练有数的运动员呢 他们肌肉的可能 承受很大的压力的 经常呢 耗尽的能量 那对于这些运动量 较少的周末的 的运动员 运动员呢 那在周末呢 冬雅花 或者去网球场 比亚赛呢 他可能呢 都会有轻微的 出现一些轻微的 損害的症状 那就是说呢 任何时刻 当肌肉的能量处备 那个用尽 沽结的时候呢 不论是因为运动呢 或者心脏病化呢 这个核糖营养補充剂呢 都有可以帮助改善这种症状的 那西纳达医生就说呢 他适当的核糖的剂量呢 很快速改善这个症状呢 那也都可以记住呢 这种的核糖呢 可以直接协助人体维护 和重建心脏的能量 好了 那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另外第三个个的 OK 那我曾经所说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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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证实呢 是来自 心脏 血管 患者 各种的治疗的研究 那但是 心脏病發作 啊 没多久的患者呢 是摄取 那个 那个 左船 那个 肉眼呢 呢 那他 跟住 他心脏病發作 死于心脏病 或者 那个 我们叫做 angina 就是胸口的肿痛呢 心律不整呢 很多人是心律不整呢 会变成 充血性的心脏衰竭的 症状呢 机会是减了很多 那就是说呢 他用了之后呢 你那个 将来患 心脏病 的机会是减了很多的 那另外一份呢 是用在70位心脏衰竭的患者的研究呢 每日 摄取大概2公克 左船 肉眼的病患者呢 三年内的存活率呢 比摄取枕吃的那些安慰剂 就是吃假药那些人呢 高很多的 嗯 那肉眼呢 也都可以改善呢 冠状动物疾病患者的活动能力呢 那另一项研究显示了 它间歇性的那个披痕呢 就是那个叫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英文叫做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就是有些人呢 因为缺氧呢 那个足部呢 走久一点 就会立刻会抽痛的 那这叫做 间歇性的披痕 就是破止下 破止行路 那样 那通常呢 是用这个 那个左船 肉眼之后呢 就明显改善 有很多老人家都很流行的 它不能走得久的 它走得久呢 那脚呢 肌肉痛都很厉害的 又抽筋的 那其实都是因为 我们身体那个 那个 那个身体运用 那个养分的能力减弱了 那这类的问题呢 记住呢 是心血管的问题呢 也都可以用那个左船肉眼处理了 好了 那另外一个研究 也都显示了 那如果你的 那个大腿部呢 有些周边性的动物的疾病呢 用了这个 補充了肉眼之后呢 它们步行的距离呢 可以增加到 98的公尺的 那就是说呢 是比一般 只是使用安慰剂的患者 是两倍的 立刻可以 可以等它走路走得多些的 好了 如果充血性 我叫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充血性的心脏衰竭的患者呢 是每天呢 只是補充 900毫克的肉眼之后呢 运动的能力都提升了 那同时呢 也都有助于舒缓心脚痛的症状 嗯 OK 好了 那我曾经说了三样呢 我觉得呢 其实还有一样呢 就是通常呢 是素食的人呢 饮食中 通常呢 就缺少这些的 那就是 最常缺乏呢 就是那个D核糖 那因为D核糖呢 多数呢 在红肉和其他肉类比较多些的 嗯 那肉碱呢 呢 里面那个Carnus Carnus 就是肉的意思的 那通常呢 在羊肉啊 牛肉啊 红肉啊 猖肉呢 那比较呢 在植物的性的食物比较少些的 那当然呢 那每一粒呢 是在一些蔬菜肉类 鱼类呢 都含有那个 那个父母Q10 那能够 但在食物里面 能够摄取 那个含量呢 比较有限的 都 距离我们的临床上的 需要疗效的效果呢 还有一大缺的 那所以呢 用在这些的 就是这种的 要吸取这些 左船肉间 和父母Q10的能量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都需要进食 这些这样的补充剂 比较好些的 嗯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 Magnisium 那尾呢 也都是呢 如果身体是 没有了尾呢 因为尾呢 是我们身体的 那个抽缩 就是抽筋 是很大的关系的 那现在在医学上呢 很多时候呢 有些医院 懂得用尾的 就是当你的心脏病發 进去之后呢 他会帮你 即时做定物 那个植物 藉着什么呢 是Magnisium 是尾 因为尾呢 也是帮助身体呢 就是不会 就是抽筋 这种这样的问题 出现的了 好了 那从刚才呢 除了我们那个 纳豆啦 食物之外呢 跟大家也都介绍了 四种的营养補充剂了 那袁医生啊 那我们是不是 这四样东西都要 一起吃 才有这个疗效呢 是的 那这四样呢 都已经是证实了 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那我们好像有听过 芹菜原来都有这个 治疗高血压 和心脏病这个效果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介绍一下 这种植物 为什么有这么厉害的疗效呢 那我相信大家呢 都 中国人呢 都有听过 芹菜可以帮你 那个治疗高血压 那因为很多很多年来呢 传统的中医呢 都懂得 建用那些人用的芹菜 是治疗高血压的 那就是在 那当然呢 如果你身上有高血压呢 就不可以单单 只是用芹菜一样东西的 那但是呢 其实肯定是可以帮助他的 那有一种说法呢 每天呢 早上呢 吃四条的芹菜呢 是可以帮助高血压 那在中国 那这个中国的研究 显示呢 有16位高血压患者 服食了芹菜之后呢 16位里面呢 有14位患者 血压明显下降的 那其中一个 有一位 在外国 那有一位叫 Mark Houston 那他曾经呢 在这方面呢 是做过高血压的 研究中心呢 是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的 那为什么芹菜可以帮助高血压 那原来芹菜里面 有一种有益的成分呢 叫做笨攀 这个字呢 那叫做fivalence 那这个字呢 一种植物素来的 我们叫做笨攀 一种植物素 那通常呢 我们如果我们身体 即是吸收下 涉取这些这样的 那种物质 这种 这个芹菜里面的物质 笨攀呢 那他们 这种动物的研究下 那他们那个血压的平均呢 大幅减低了13% 那这个临床研究发现呢 笨攀 这个fivalence phthalides 那 phthalides 那种 这种这样的 有益的成分呢 是会帮助放松 血管壁的肌肉的组织 那 那 也都进而呢 增加到血的流量 那 那当然呢 放松那个血管壁呢 那 那当然直接会减低血压 那 那笨攀呢 也都可以减低压力的荷尔蒙哦 你知道很多时候呢 压力大的人呢 血压力会提升的 那 那 就是所有可以这样说呢 压力呢 是可以减低 可以就是所有 令所有其他病都会加重的 那因为压力本身呢 也都是造成身体上的负担的 那所以呢 芹菜呢 是可以帮我们减压的 嗯 好了 那芹菜里面呢 也都有一种 有一种植的成分 那这个植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落很重要 那所以芹菜呢 也都可以帮助关节啊 骨落啊 血管啊 相关的东西 那芹菜也是一种成分呢 是可以帮助抑制癌细胞的 那所以芹菜呢 是可以 就是除了是 减血压啊 那方面呢 其实原来呢 芹菜也是一种减肥的方法来的 那很多人的减肥呢 就拿些芹菜条啦 做些杏仁醬啊 那是非常之好的 的食物的工具来的 好了 那我们芹菜呢 就 就是 是怎么配搭呢 那有时候 我们可以用些蔬菜啊 或者是水果 来到配搭它 那也都可以成为一种 美味可口的蔬菜汁 那我自己很喜欢呢 用芹菜啦 红萝卜啦 红萝卜啦 红菜头啦 加个苹果或者里呢 就是有一种 一种炸汁的方法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宁愿吃完那个 那个核啦 那如果是用呢 就用搅拌机去搅拌它 如果你用苹果呢 就最好 你把苹果核都放进去 因为苹果核呢 是含有一种 有种是维他命B17啦 那其实呢 这个也是那种 治疗预防癌的一种工具 多谢袁医生帮我们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够啦 好啦 多谢收听下一节再见啦 拜拜 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广场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hialing.com.h